这次的长春电影节也是真是炸了 这次的电影节上上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 在红毯山的王洛丹 当场被一名翻阅围栏的男影迷贵的求婚了 虽然被吓到了 但王洛丹还是一直保持礼貌劝说影迷起身离开 表现也是很得体了 一起来和小编看看是怎么回事呢 王洛丹在红毯上被粉丝求婚看得出来 王洛丹刚开始很慌张 身体不由自主向后退了 但是一直弯腰鞠躬感谢 也是很真诚很得体了 好奇的是 怎么没被保安拦住呢 因为这个意外 长春电影节的安保措施差点被网友喷死 粉丝竟然能随便冲上台 还没人将粉丝带下去 任由明星站在台上不知所措 9月8日晚 第14届长春电影节举行闭幕仪式 红毯环节王洛丹一席露杯白群亮相 可签名环节刚结束 王洛丹还没来得及下台 就有一名男粉丝翻过栏杆冲到红毯上献花 王洛丹被这位男粉丝吓了一跳 礼貌地收下了这束花 本以为可以下台 没想到这位男粉丝见王洛丹收了花 马上掏出戒指 丹西贵地向王洛丹求婚 王洛丹被吓得连连后悔 忍不住白手表示拒绝 过了刚开始的慌张 王洛丹强装镇定地和这位男粉丝沟通 虽然王洛丹看上去有些害怕 但一直对男粉丝微微鞠躬 表示感谢